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女士圆摆式的上妆 实际上,它并不是常规的织法,而是先织的后背片 有同学说先织后背片有什么了不起的 然后再织左右前片,不对 根本就不是那个编织顺序 至于是怎样的编织顺序呢 我们就从下边的教程当中细细地给大家来讲解 让你体验编织的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来说它的一些重要的素质啊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摩托市场穿着的这款就是我们现在正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 这是相同的一件衣服啊 它的侧面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正式地和大家一起讲述它的编织方法 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满满的设计感啊 通过这种非常规的编织形式啊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 在你将来的编织当中能够运用到 那个整个的编织过程当中去啊 首先来说它编织的部分确实是先从后背片编织的 但是你看它的肩膀没有缝和痕迹 是完整的就过来了 秘密就在这啊 怎样完成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 首先起针的地方啊 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花纹非常非常漂亮了 对不对 它也是凤尾针的一种啊 凤尾针细究起来啊 至少我们用到的就要有十种 或者是更多 因为它可以变化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啊 非常的迷人 整体的感觉感觉就像蕾丝的啊 各种花纹一样啊 非常的漂亮 好的 它中的的毛线呢 和之前是一样的啊 六号的织针和纯羊毛的粗线啊 粗线呢 给它撵开以后 里边是由四股组成的 整个毛线的直径 摁住了用纸的梁 2.5毫米 是它的直径啊 六号针与它之间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 紧一点这样 松一点是这样的啊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参考哦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啊 它总体的部分是从这个位置起的针 不包括底边啊 是从这儿起的针向上走的 底边是后条直的啊 这一部分 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呢 69针 这是什么花纹 中间这一部分啊 凤尾针 花凤尾针 同学们可以直接把这张截图截下来 之法并不复杂 无非是加针和减针啊 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迷人的效果啊 好的 我们将这个花纹是中间的啊 51针的花凤尾针 大家看整体排花这个几个字了吗 突然把图写下来啊 这就是它的整体的花纹 左右各8针的星星针 中间呢 是51的花凤尾针 然后左右呢 还各有一针反针 相区分啊 好 69针 就是刚刚你截图的那个整体排花的总针数 我们向上一直往返往往给它织啊 织多高呢 16厘米 从哪开始算 起针的位置到这儿 也就是到叶下的地方啊 一共织16厘米 然后 两侧减针 这样减 首先 我们要在叶的正 叶的一侧这边 边上这个位置啊 给它平收一个四针啊 左右都一样 然后再干什么 在它的这个位置啊 斜着的这个地方 每两行减一针 也就是可以好像剪针可以好像剪针啊 一共剪了四次 两边是一模一样的 看到了吧 好的 完成之后我们剩下的针呢 继续向上往反编织啊 剩下的向上 这多高呢 多少厘米呢 一共向上支了 17厘米 17厘米啊 这时候你的总针数剩下多少了 也就是53针了啊 53针向上支了17厘米之后 达到这个高度 我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来说啊 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一共有17针 我们需要给它说是剪 其实你应该给它平留上 为什么 因为这样方便于你的下一步的操作 记住了吗 好的 按照这样的规律 我们将中间的17针留了之后 左右 看 各剩下了18针 也就是它的尖头 哎 我们将它左右各18针向上继续织 由于你中间已经留了针了 所以左右各18针是分别向上 变织的 记住了吗 好 这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来到了哪呢 翻过来倒着 哈哈 有特点吧 没有按照传统的支啊 而是整体的就这样下来了啊 看 左右各18针 我们一直一直一直往下继Quiz 没有到这儿啊 同学们 哈哈哈 还没有到这儿啊 看啊 这个距离 哦 应该是 应该是这儿啊 应该是这个地方 哎 哦 我得从这个角度看 应该是到这儿啊 震了17厘米之后 是到这儿的 然后我们干嘛呢 我们要每两行加一针 一共加四次 就是各一行加一针 在两侧啊 各一行加一针 各一行加一针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它的腋下的位置啊 看出来了吧 如果刚刚这个位置 大家稍显得有点 模糊的话 没关系 我下个教程 给大家详细讲解 一定要看啊